大家好, 又來到Stardalk的時間 這集這位嘉賓等他受新歌 真的等了很久, 足足超過一年 說的是戴祖賢 你好, 你是不是真的等了這麼久 真的, 真的等了很久 你受新歌是自己有份創作的 沒錯 應該是第一次 第一次出道的時候 其實已經開始有自己寫歌 但的確那些作品不太成熟 真的很羨慕 譬如同年, 同期出道的 其實很多都是自己寫歌、唱作歌手 今年終於傳出一些展示給公司聽 就覺得這首歌不錯 那一刻是… 終於… 我終於可以當唱作歌手 這個嬰兒出生了 出生了 緊張嗎? 很緊張 我那晚… 因為凌晨12時通常上升到平台 一出, 我不停單曲循環 循環循環到凌晨4時 不停看排行榜 有沒有立刻上榜… 是不是特別會緊張? 好緊張, 因為整件事真的一手一腳 整件事真的一手一腳 對 無論是作曲、填詞的想法 以及音樂音樂 所有東西都是自己一手一腳 去參與在內 很希望大家會認同這首歌的感覺 這首歌曲《猶他》 那個感覺挺不像之前的作品 又不是一貫普通的情歌、K歌 對, 有些泡泡味, 有些濕滑的 這是謝謝Randy的 是嗎? 第一次這個合作有什麼火花嗎? 很棒, 很可惜他已經結婚了 真的有音樂才華的男人 而且認真製作一件事, 很吸引 其實錄歌的過程挺有趣 因為一開始唱法是完全不同的 始終隔了一年多沒出歌 就變成很想…自己很心急 很想讓大家感覺到我隔了一年 有不同, 有改進 很想讓大家看到分別 所以唱的時候會比較… 有點賣籠 就是當了一些技巧在裡面 對 但是變成賣籠, 聽得不太舒服 等Randy完成了他幫人做演唱會之後 再抽空波, 再錄一次 中間是期, 可能第一節和第二節已經隔了很久 已經隔了一個多月 好的 這個多月, 我不停地想應該用哪些唱法 或者用哪些感覺 變成用那種很探式的方式去唱 沒有那麼多震音、那麼多花巧的東西 像說故事一樣唱出來 這首歌, 明顯是咬字 紮實了, 其實整件事我會覺得… 你中間做了些什麼? 是不是這幾年間也有上課嗎? 像找中醫師一樣, 看別人 要合不合不合 他說的道理或教的方式 是否接受或學到的那種 兩年前就找到這位老師 一個很適合自己的老師 整個身體都是一個樂器 是 無論是站的方式、唱的角度 手的動作 所有東西都可以幫助你 找到不同的共鳴位 找到不同的發音位 所以當你開始掌握到 開始覺得有分別的時候 自信心就回來了 我看評論 這次是唯一一首歌沒有負評 你明白嗎?我以前打擊得多嚴重 在哪個位置唱歌方面打沉了你 你也認識我的人 是 我是一個自信心爆棚的人 也看得出來 是 所有事情我都一定向好那邊想 或者有人說我什麼 我都會一定調整到好那邊 你一定是不值得我 說你的臉大 你們想要也沒有的電影 耐體又沒那麼容易老 自從出道之後 其實我對音樂是很無自信的 沒有了特色 是 然後唱功還沒很好 像是長期鼻塞的那種 然後我經常在沉思自己 你也很快 對,那天鹿歌真的有點鼻塞 好像真的唱不到 屬於專屬大祖兒的感覺的曲風 是 越來越沒有自信 所以越來越害怕 所以唱歌時都很俱緊 所以永遠都不是最佳的狀態 去唱歌給大家聽 有時候問我 其實你拍攝比較偏向多綜藝 戲劇那邊是否不當歌手 其實當時的內心是有點慶幸的 因為我很害怕 經常都會覺得 糟了,如果唱得不好怎麼辦 那我會否有愧歌手這個名銜 我不會怕再見到大家的批評 越是這樣,就越沒有自信 就越想逃避抗拒這件事 當你找了一個適合自己的老師 去不停地改進 你對自己建立自信後 現在是很渴望唱歌的 也要說一下歌詞部分 是 其實你有考量過自己填詞嗎 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是 因為… 你想的 我想的 但你也知道廣東詞真的很難填 押韻也很煩 是 因為其實押韻用到的字真的很少 我覺得要學懂很多修詞 很多修養才寫 對,很多修養才寫 修養還未達標 所以廣東詞真的要再多一點時間去研究 因為我不想寫得很麻煩 我不想很直白的那些 就像周杰倫以前那些詞 雖然它是普通話詞 就像《方文山寫》那一集 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很漂亮 就像青花詞一樣 雖然我一定寫不出來 去到自己有一定程度 可以印象人家時 自己滿意時才去做這件事 廣東話版交給一敏妍 我查過 對,它跟你童年出道 如果要發表歌詞 是嗎 對,也是2018年 很感恩找到它 做我的填詞人 填詞人 其實我作曲有個習慣 我喜歡曲和詞一起寫 所以這首歌 我自己填了普通話詞 就是一聲音 應該是一聲音 所以我在這裡調校這封 一聲音 所以你第一聲音 我可以捨立在一起 而且是很動手 所以我裡面會有很動手 綠缸的 叫做三聲音 用來會符合 一聲音 其實是很暫時 我也沒有想到 現在我聽到這句話 但我覺得她用了最完美的字 她是弘大 我覺得她用得很好 而且整件事很舒服 因為我覺得她在女生的角度 寫這首歌真的寫得很好 你想寫甚麼?這首歌 我的國語詞的訊息跟廣東話詞完全不同 當時大家在想 想唱廣東話詞,想填甚麼方向 本身是想寫一段不平衡的關係 一方永遠是付出那方 另一方永遠是接收那方 但對方一直沒有欣賞 就是永遠接收 你選擇,有她吧,我繼續跟你在一起 或者有她吧,結束 有些瀟灑的 開始一段新的感情 就是這個訊息 大家也有不同的結局 這首歌某程度上都是說你愛情的看法 對,一些愛情觀 過往這個經歷真的影響你很深 所以才寄情在她的歌中 我也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我變成了付出營 我真的很想念以前自私的自己 我一向覺得你應該是自私的 我也很想念,我也想 我也覺得是,我給人感覺應該是… 收兵嘛 對,收兵 沒理由是你做兵 對,我應該是我… 指著你的鼻子,你要怎樣… 能達到人緣 對,我不知道從何時開始 是付出鼻盒型 我的朋友都說,你真是M底 對另一半太好 對 我是那些做司機車出車入 對,好像男人… 對,好像男人一樣 對方想去哪裡,所有東西就… 我沒所謂,就你吧 你想吃什麼,就去吃吧 你想要什麼,就買給你吧 這麼好的大嫂議員 不是,開玩笑而已,買給什麼就… 前面的真的,買的就很少發生 都會… 不可以這麼說 好… 之後又回到這個樣子我就死了 如果真的再拍拖 所以自己要撇脫一點 可能會選擇對方愛你多一點 小時候一定會說 當然是他愛我多一點 當然要他疼我 但現在長大了之後 又是另一個感覺 我會選擇我自己喜歡他多一點 對 所以難怪 對,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我希望可以找到 大家都是很愛大家的對象 其實這次為了這首歌 真的自己參與得很高 是 包括買一件事 就是第一次做MV的監製 為何死都要去台灣拍攝 因為其實我成長的時候 我很喜歡看台劇 例如《鬥牛要不要》 對… 那些… 還有聽歌也是聽台灣歌 例如是《Tank》 《我類機,你的眼睛》 你好像在台灣一段時間留住過 對… 你住過一筆劫的時候 我差不多一年多 對… 每次看台灣的電影 你不知為何會覺得特別純情 純真和有味道 而且那個環境 也特別拍得出那種純品的愛情感 所以找了在台灣 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香港人的導演 是 就去構思這件事 男女主角有否份都是細選的 導演朋友有給人選去看 男女主角我也很喜歡 還有之後他們有個小情侶 是 我也很喜歡 我很喜歡小情侶的男生 16歲,但很英俊 為何你不自己粉脈登場 做一對其中一個女生 因為我帶她太多了 沒問題的 不只遞戀吧 因為導演說 不想故事的感覺這麼說女 大家都知道我是香港女生 整個感覺 沒有了我本身想要的味道 所以就變成取捨了 加上導演也很喜歡用台灣女生 不想讓你出那麼多 所以我這個被虐的性格 就覺得好吧,我又為大家付出 大家覺得這個方向好一點 好吧,我相信你們 因為說真的,我既然選擇她做導演 我也要信任她的決定 但你覺得這次有困難嗎 最大的困難是天氣 對,因為那天我們拍攝的時候 台灣本身前一天的天氣預報 是下大雨,由早到晚 那一刻怎麼辦 但其實我們很多景色都有室外景 例如電單車或他們拍拖 學生時有很多室外景 可以改日子嗎 日子 再訂購所有東西 但因為我後天就飛 還是飛回香港 所以要麼那天拍攝 要麼第二天拍攝 如果你分兩天拍攝 價錢又貴很多,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真的感恩得飽 我真的是一個晴天娃娃 一拍室外,完全沒有下雨 是 最多可能天陰一點,沒什麼陽光 然後我們一進室內就下雨 我們一出室外,要拍攝夜景時 又停了雨 遮掩也不用擔心 很感恩,整件事很順利 大家會覺得你拍攝綜藝節目 比較多 戴祖兒是一個藝人身分 味道比歌手更重 其實你有想過戴祖兒 應該是否要再作多些歌曲 再作多些歌曲 今年開始絕對真的想作多些歌曲 特別是用唱作人的身分 所以接下來第二首的單曲 也會是自己寫作品 始終在節目中 真的比較傻大姐 所以唱歌那邊真的很想讓大家看到 我有內涵的一面 對 保持有材女的身分 覺得藍藍雲 挺容易找 由他一看就發現濃濃的內涵 對嗎? 對吧 希望大家可以記得我歌手的身分 期待你接下來多些不同的創作作品 好,謝謝 謝謝…